事发当时 收费员刘江娜正在港厅里工作 突然闻到车道里有一股烧焦的味道 刘江娜和安保师傅一起高声呼喊 让驾驶员停车 同事也马上拎起灭火器和安保员一起冲了过去 起火位置在车辆底盘 灭火难度比较大 最终 消防员到场控制住了火势 所幸由于收费站工作人员及时提醒 车上四人都安全撤离 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